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损害的是国际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信心 破坏的是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 最终必将反噬美国自身 我们希望美方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对正常的经贸合作进行无理干扰和打压的错误做法 希望欧方切实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恪守市场开放的承诺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 尊重中国企业创新的努力 审慎使用贸易救济工具 共同维护中欧经贸合作大局 你反复提到 中方对欧洲的白蓝地 进行反倾销利案的调查 这里我也愿意再补充几句 作为原则 中方始终坚持高水平开放 坚持维护市场经济原则和世贸规则 我们愿意为包括欧盟企业在内的 各国企业来华开展贸易投资合作 提供开放 包容 透明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这一立场没有变化 中印双方都认为 尽早解决边境事态 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希望双方按照两国领导人共识 及有关协议协定精神 保持外交和军事渠道沟通 尽快就解决边境有关问题 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我们希望相关国家之间的开展合作 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这也是我们一贯的立场 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内政 中方始终秉持不干涉被国内政原则 不干预美国大选 我们要强调的是 发展好中美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不管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 我们都希望 美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 按照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原则 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 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汇集世界 美国为了一己私利 不惜破坏联合国既有共识 分裂世界 这种炒作所谓中国数据威胁论 不过是为了配合其打压中国的行动 而编造的这种借口 我们希望美方能以实际的行动 维护开放公正 非歧视的影响环境 与各方共同制定普遍性的全球数据安全规则 为促进全球数据有序自由流动 做出积极的努力 我不掌握你提到的相关的俄方的言论 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2022年1月 五合国领导人发表关于 防止核战争的联合声明 指出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中方也注意到 俄方反复重申该原则 我们一贯主张所有核武器国家 均秉持共同安全理念 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 当前形势下 各方应采取实际行动 共同推动局势缓和 关于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中方坚决反对 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正密切关注形势发展 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既然是伪造的视频 我们不做评论 我要强调的是 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地区选举 是中国的地方事物 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美方应充分认清 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把美方领导人 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落实到行动上 在新疆没有冲突 存在冲突的是加沙地区 新疆的穆斯林 没有遭受饥饿 驱离和杀戮 遭受饥饿 驱离和杀戮的 是加沙地带的 数百万穆斯林民众 美方应当停止在 人权问题上 玩弄双重标准 停止在加沙 人道问题上 进行政治表演 停止独家阻挠 联合国安理会 推动加沙 停火止战的努力 美方应当做的 不是发表 虚伪空洞的摘月声明 而是为挽救 加沙穆斯林的生命 采取切实行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